2014年 印度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 四头残暴的孟加拉虎 竟然对一只将近三吨重的大象 发动了攻击 更令人吃惊的是 面对着老虎的攻击 大象竟然无动于衷 没有任何准备反击的意思 这几只老虎接连跳上了大象的背 并且开始对它的后颈疯狂撕咬 整整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不一会儿被放倒的这只体型巨大的大象 被老虎们分时殆尽 当地的护林员表示 这样的事非常罕见 平时两者之间连冲突都很少发生 因为大象的体型过于庞大 所以若是对它们发动攻击 那么必定需要耗费平时几倍的力气 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并且大象的战斗力也不是那么弱的 所以危险性也很大 并且更主要的一点 就是这只大象不反击也就算了 竟然没有招呼同伴前来帮忙 要知道大象这种群居动物 一般都是一起行动的 除了大象有些奇怪之外 老虎的行为也有些异常 按理来说 老虎作为独来独往的捕食者代表 平时基本上都是单人进行战斗 很少会有和其他老虎一起捕食 于是当地人就组建了一个团队 准备对这件事的真实原因进行研究 他们来到了那只大象的尸体旁边 对它进行了尸检 没多久就了解到了尸情的真相 一只大象面对老虎的捕食 没有丝毫反抗 更奇怪的是 过程中并没有招呼其他同类前来帮忙 于是当地研究人员对此展开了调查 在对大象海骨进行尸检之后 也基本推测出了尸情的真相 他们发现这只大象的前后腿 基本上已经完全折断了 所以推测 这只大象可能在被围攻之前 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太好了 甚至可能患上了比较严重的疾病 所以没有办法直立行走 这也是他遭到象群抛弃的原因 所以并不是他不反击 而是他已经没有反击的能力了 另外这只大象并不是没有呼叫同伴 而是并没有可以帮忙的同伴 他已经被抛弃了 至于为什么老虎会成群发动攻击 研究人员也在现场留下的毛发和脚印中 大致得到了线索 这四只老虎很可能是一只成年状态下的雌虎 带着三头亚成年的老虎 意思就是他们四个很可能是母子的关系 所以才出现合作捕猎的情况 并且整个过程中的合作也非常默契 将大象成功捕猎 可见之所以大象能被他们捕猎 主要原因就是 这头大象之前已经有伤在身 并且面对的还可能是四只合作默契的七母子 这才造成大象被捕食的情况发生 那么若是老虎面对一只成年 并且没有受伤的大象 还能不能打赢呢 虽说老虎的捕食能力数一数二 但大象也是陆地上战斗力最强的动物 随便一脚将老虎踹骨折 甚至踹死都是有可能的事 所以事实上大部分被老虎捕杀的他们 基本上都是落单的 而且不是未成年的就是生病的 在他们的菜单中 大象的比例估计只能占到1% 这还是在食物相当匮乏的时候 他们才不得不对大象展开攻击 可即便如此 成功率依旧非常低 一不留神就反而会被大象反杀 曾经有过一只虎王对战亚洲象的记录 这只虎王的身体素质极强 体重250公斤的他 咬合力超过了500公斤 面对的亚洲弓象身高3.5米 体重大约在4到5吨之间 并且还长着两根将近一米多长的象牙 之所以二者发生冲突 是因为虎王当时准备捕杀一只落单的小象 在被激怒的瞬间弓象就冲着虎王冲了过去 但灵活的虎王顺利堵开了第一次的攻击 不过紧接着第二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这一次的撞击下被逼到了一处死角 接着弓象的两根象牙深深地刺进到他的身上 没有几天便因为伤势过重失去了生命 这一次的象虎大战可以明显地看出 不论老虎的身体素质有多么的天花板 他们也很难和一只成年并且被激怒的弓象所抗衡 不过当然也有老虎所处位置是死角 导致他躲避非常不利的原因 但总之一般情况下 二者一般是不会相互干扰对方并且引发打斗的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